另外在一个集资渠道的过程中,通常是自己投资 接着就找一些家庭朋友,另外一些众主的顾员可以一起帮忙 另外可以找一些小型企业的资金,接着再找Angels 也可以有些是私人背购股份,有些大型的组织 VC也有几种,有些叫做Armobal,例如Skill小一点,有些又高一点 然后就IPO,一堂堂堂打的顶 越上得高就越危险,越厉害,分难的 所以下跌是容易一些的 好了,除了集资,其实有时候都会想一下,不一定是股票 有时候集资可以是透过发债的形式做就可以 就是讓大家有個概念,很多時候以為雜資一定是要股份 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想說,如果你當生意真的非常好的 譬如說你有一些生意不本是五點節錢,或者你只是要資金周轉 你賺到一個月之後,大家是可以賠錢回來還給人 其實這些錢是OK的,當然這些錢有風險就是要還 但是如果你很有信心,那就怕什麼,因為你借錢就怕删割了股份 因為你一找了一個合作股東,你就好像結婚一樣 離婚就不可以,你要還一些股票給別人 還有,花手比離婚更難,因為股票他擺放了之後 你通常有個股東協議,你每人只有一個投資者都有股東協議 任何一方法,甚至不可以賣股份的股份 就是大家開會會說的 所以很多時候,人入了一個好的投資者就好 如果那個投資者是要賣你的那一份,他玩了手段就好 所以這些我以前都見識過 有些朋友都被人大氣又有,他低起大又有 所以這些情況,你要過工程度度 你探索自己的行業的程式和 cash flow 如果覺得合適,借鐵東不排除可以用TAP這個方法 很多時候都會有幾好的效果 好了,最後呢,在這個節奏裡面介紹一下 就是我自己創作了,就是capital financing triangle 是一個三角形的籌款,這個叫集資三角 本來就是銀行,客戶和eventer 那無論是none,在後的sales或equity都可以找到資金 你不要忘記你的客戶,其實都是你的資金來源 客戶的錢呢,如果不是現金交易那些 是透過一些contract,例如LC,你可以做銀行的一些公務 你可以把那些銀行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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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到那些銀行的帳戶 那這個也是有些 就是e-trading那些,我經常都做這些的 這些方面的financing 用來做收拳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在集資內 那通常就是family friends,alumni,以前的舊老闆 那我就叫做personal golden circle 每個人都有個人的黃金圈 那個人黃金圈就是 你應該要積極去維護和發展你的個人黃金圈 任何你的家庭成員就好 朋友,學學,alumni,舊老闆,舊同事 這些全部都應該是保持聯絡的 最好就是做好朋友 因為他早上有一天你創業 你一定要向他們敲門,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就算你投資者也好 可能會給到很好的電商用理 有時候這些事情是很難說的 所以盡量維繫這個好的黃金圈 是一個挺好的創業的一個習慣 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 另外也說說一些數據 通常是七成幾是受過自己的儲蓄 另外一小部分是銀行 也受過Family 這個數據就不是我們Center 這個是我們傳電群的 我們現在Center 我們有了Deport 你們可以上到我們Center的網頁 我們有一些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在2009年都有類似的趨迷 好了 之後也有一個Stag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NME 或者新興的行業創業 我們剛起步的時候 就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在外面 看到的資金渠道就是 就是在一個Early Stage Early Stage 其實就是Venture Capital 那個Stage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有足夠生意 才能找到它 由你在這個位置 這裡 去到 拿到Venture Capital 其實是很遠的 這條路 OK 這條路是距離很遠 很多時候你可能離開了 Department 就是離開了 所以 你尋漢很多時候去不了 到Early Stage 你經常都可以 所以你要成功去 找到資金 即是你必須要找一個天使 這個就是你的天使 有個光環 所以 Angel Investor 其實那方就是去打救你的 在這個階段 特別是天使 實際是很重要 那一間後半月 阿羅恩分享完之後 我們會再講一些 關於Angel Investor的角色 以及 如何去瞭解他們 以及你們要準備些什麼 的步驟 來跟Angel 去集資 一後半月 講多一些集資 其實是他 小的頁 即是 early start 的 一些 集資的方法 好 那 阿羅倫 先 看一下 好 喂 Hello 聽到 好 聽到 各位好 我是 是 Hong Kong EV Power 的 Lawrence 其實 透過Mingo 和 Center 我們在 去年 十二月開始 對我們的公司 開始 做一個集資 其實是想找一個 Angel Investor 因為我們的公司 接下來 我們就有一個 新的方向 有一個 新的行業 想去做 但是 沒時間 可能我們的公司 年資 比較小 一點 所以 就想去集資 rather than 用自己的資金去做 而 講回 如果我們的公司 接下來 想去集資的 項目 其實 就是一些 電動車的充電器 因為 我們看到 市場上 都有這方面的需要 所以 所以 就用了我們自己 本身公司 裡面的 技術 去做了一套 一個適合 很適合香港 以至於世界 其他地方 用的一個 charging system 在我們 現在的 development 就完成了 接下來 要做的階段 就是 source customer 或者做一些 advertisement 當中 都要用到 一些資金 在這部分 所以 就 要 這些資金 所以 我們就去找 ANGEL investors 我們的 概念大致上 是這樣 是啊 我們都一直看著 Lawrence這個 項目 我也想 慢慢問 Lawrence 你在我們 開始幫你做之前 其實都有沒有開始 到處去找 副資者 其實那時候 就 有的 主要都是由 家人 或者是 親戚那方面 去著手 開始的 但是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反而 反而 找家人 去做一個 在我們的 個案 做一個 investor的角色 其實反而 比較困難 因為通常 你講一下 很多時候 就說 不如這樣 我當是借給你 因為 他們可能未必 問題這麼大 也不需要你這麼多 很多時候 他們也未必 會說 你要什麼時候還 可能 他有一筆 他就當是借給你 或者 個案 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未必 在那個時候 未必去接受 這一筆的錢 主要原因 就是說 其實 發現我們自己的 計劃本身 都好像有一個 都挺有前景 所以 就是 想嘗試去 尋找一些 一些 新的資金回來 以一個 好像借錢 那樣的認識 去做 嗯 所以 有的 之前 幫我們 去做一個 資金之前 我們曾經想 去找這些資金 那就是 從家 是的 沒錯 這個步驟 實際 都是 家庭 或者 朋友 通常都是 但是 家庭和朋友 都是 最直接 而且 通常都是 不需要太多 預備 很多時候 受過友情 真情 那種關係 他有個信任 就 不需要說太多 都可以 知道 這個是 很多時候 都是 看起來好像容易 但是 法制 其實有很多 守備 守備 就是 你如果一旦 殺以不極 你可能會 遇上了 跟家人的關係 所以 這個是 是的 還有 會直接 對 譬如 家人 或者 親戚 上高 可以說 信任度 是的 我們不是說 完全不反對 跟家人借錢 而 不過 你可能 自己會 承受一些 壓力 我們不是說 你找一個 不相識的人 就不用負責任 我不是這麼說 不過 相對地 那個壓力 是 沒有這麼大的 家人的壓力 是大一點的 因為你有幾個關係 就是 你的投資者 又是你的家人 的話 壓力是更大的 所以 很多時候 如果 有得選擇的話 向外面的借錢 或者向外面的集資 會更好 因為 外面的外人 他都購買你的想法 即是說 你真的有實力 你可以推銷它 你真的很有實力 地去講解 業務 而他覺得真正 好 好 那麼 那麼 現在 阿羅恩 繼續 可以 跟著 之後 現在 我們正在幫忙 你現在有什麼難 問難 你可以分享一下 嗎 可以 找到 開始 進行 到 進行 感谢观看